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荡山地宫群里究竟笼罩着多少未解之谜 而这座亚洲最大规模的崖式墓葬主人到底是谁 拨开两千年的迷雾又将引出一段怎样的宫廷秘文 敬请收看本期经典传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宽芝 河南永城北部的芒荡山区 山体虽然不高 更谈不上雄伟了 但是这座山里边却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时间回到1992年 当时有几个村民在芒荡山的宝安山一带开山取石 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突然发现开采的地方竟然藏着一个幽深的山洞 出于好奇 挤一个胆大的就摸索着钻了进去 进去一看不得了 洞口不远的山体里边竟然有一个石屋 四壁还挺规整 更加神秘的是石屋的那头还有一个通道 一直伸向山腹的深处 我天啊 这个山体里边还有这么一个神秘的所在 这究竟是什么呀 干什么用的呀 很快这个发现引起了轰洞 有人说可能是个防轰洞 有人说是神仙洞 人们议论纷纷 而这个轰洞的发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谁呀 这位永城市博物馆的馆长李俊山 他呀 约着同事陈钦园一起去探秘去洞 进洞之后他们发现 里面的石屋明显是一个由人工开凿出来的空间 面积大概在十平方米左右 高呢 接近三米 而借着灯光看到地上的东西 他们大致一惊 地上有什么呀 石屋的地上除了一些黑色的木炭 还有不少灰白色的骨骼 可是这些骨骼明显不是人的 凭经验他们判断 这是一些马的骨头 山洞里怎么会有马的骨头呢 李俊山当时脑子里一闪念 这个山洞难不成是一个大型的墓葬不成吗 墓葬 估计听到这儿您要嘀咕了 只凭洞里的这些个马骨头 你就敢判断说 山洞里这个是个墓葬 你是不是草率了一点 我告诉您 李馆长 不仅怀疑这是墓葬 他甚至怀疑这个山洞很可能是 汉代的一座亡灵 你再说一遍 你刚刚语速太快了是不是 我说 山洞很可能是汉代的一座亡灵 这话是不是更玄乎了啊 其实李俊山有这样的怀疑和判断 有他的道理 怎么呢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一下 盲荡山 在历史上 盲荡山对于汉朝流逝 意义非比寻常 咱们都知道啊 汉高祖刘邦展示起义 最终建立了大汉王朝 刘邦在哪儿展示起义的呀 就在盲荡山呢 所以刘邦的儿子 汉文帝刘衡继位之后呢 不仅在盲荡山建起了高祖庙 还先后把两个儿子分封在了这里 史料记载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把盲荡山附近 包括荡郡 夏义 虽阳 等等在内的八座郡县 一同化归梁国 然后把他最喜欢的儿子刘衣 封为了梁王 可是很不幸啊 就做了十年梁王 这刘衣就坠马 摔死了 悲伤之后呢 这汉文帝啊 又挑了一个新的梁王 谁啊 皇后斗士最喜欢的小儿子刘武 也就是他的嫡次子 发现没有 汉文帝选派的梁王啊 都是他心中分量很重的儿子 足以体现他对于盲荡山的重视 因为这里是他们留下的龙兴之地 而李俊山他们之所以怀疑 这是一个汉代亡灵 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咱们要了解一下 汉景帝时期 西汉帝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叛乱 叫七国之乱 七位宗室诸侯王啊 因为不满中央政权的薛藩 造了反了 当时刘起所面临的形势 是相当的危急 叛军向长安是步步紧逼 关键时期 汉文帝采纳名将周亚夫的策略 牺牲刘武 以梁国拖住叛军主力 周亚夫则迂回到敌后 切断叛军梁道 这才迅速消灭了反叛的势力 所以那以后呢 梁国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就深得中央的信任赏赐不断 梁国也是空前壮大 而史料记载 包括刘一刘武在内 直到西汉末年 梁国一共传承了九代梁王 而这些梁王呢 大多都选择葬在芒当山 那么李俊山的这种亡灵推测 能不能成立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 他们在山洞里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 回到现场 李俊山他们沿着石室 继续地往里一走 当走出这间石室的通道入口之时 他们又发现了一间石室 他们推测 如果这是一个墓葬 那么这间石室应该是连接 墓道和墓室的潜亭 但是这个潜亭已经被一块块巨大的条形石块塞满了 再走几步 可就无路可走走不动了 然而就在这里 又一间墓室的发现让他们确定 这里的确是一座亡灵了 为什么呢 这次发现的是又一间车马室 然而当明确了这一点 李俊山他们的心情已经不只是激动了 更多的是遗憾 因为这座亡灵明显是早已被盗了 像他们最先进入的那个洞口 应该就是一个导洞 而您来看这个地方 后来他们经过确认 这个空间才是墓葬真正的入口 也就是从潜亭进入山体之后 原本墓门所处的位置 可是因为盗墓贼的破坏 陵墓里边已经是惨不忍毒了 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看到就有那种掏尺味 用泥少的掏尺味 上面还带有煮茶用彩绘 上面也插腹条的那些孔 一段一段都参断了 那么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亡灵呢 在接下来的探测当中 李俊山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 而通过这些发现 又能否揭开这座陵墓的 墓主人身份之谜呢 盲荡山曾经发现三座西汉亡灵 专家为何对这座神秘大墓 依然惊讶不已 穿过通道 山体中竟然暗藏着一个更大的空间 如此超级大墓 他的主人究竟是谁 竟然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进入山洞 李俊山他们发现 陵墓早已严重被盗 但是同时他们也发现 这座陵墓之大 实在有些惊人呢 通过这一段游道 大概将近二十米长的一段游道 下到下边就到一个大的空间 也就是后来被称到东宫 东宫这个空间 这就非常宽大了 尽管里面有很多乱世 但是空间很大 有多大呢 您来看 这个被称为东宫的巨大空间 早已深入山腹 距离潜艇入口 已经差不多有四十米了 很难想象 当年的古人是怎么在山体里 挖出这么大的空间的 其实 在盲荡山区发现山洞亡陵 李俊山本不应该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此前在盲荡山区 已经发现了三座西汉梁王的陵墓 一座是1986年 在盲荡山区的西山 发现的梁王陵 据推测 这座亡陵的主人 应该是西汉末年的一位梁王 当时在墓葬中出土了 大量精美的玉器和宝石 以及一千多枚玉片 专家用玉片 还成功修复了一件金铝玉衣呢 第二座是1987年 在宝安山南路士园村 也就是距离今天 这座亡陵不到一千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大型的牙式墓 墓主人是梁孝王的 长子梁孝王刘买 刘买墓呢 那可是一个大发现 不仅出土了重大万斤的 225万枚铜钱 一大批价值不菲的文物 还发现了这个 珍贵的大型壁画 四神元气图 据考证 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时代最早的大型壁画 因此专家们称它为 敦煌钱之敦煌 第三座墓则距离此次发现的 神秘大墓更近了 相隔只有一百多米 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 正是当年帮助汉景帝 平定七国之乱的 梁孝王刘武 不过很可惜 刘武的亡灵 被确认的时候呢 早已是座空墓了 洞口完全敞开 什么时候被盗的呢 不知道 据史料记载 宋朝的时候 当地人就把它称之为 避暑洞了 宋朝之前就已被盗空了 那么既然在盲荡山区 发现山洞亡灵并不新鲜 那么李俊山 为什么看到这座亡灵 还是感到惊讶呢 因为走了一圈下来 他发现这个神秘的亡灵 其布局和梁孝王灵 几乎一样大 那么梁孝王灵 作为西汉梁国亡灵的典范 相比这座大墓 也只是在主室的外侧 多了一个回廊而已 所以他判断 这应该还是一位梁王的亡灵 现在问题是 如果这真是一座亡灵 那么他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这时候在东宫的尽头 一个新的发现 又让他们对自己的推断 产生了犹豫 注意 看似已经到了尽头的陵墓 又出现了一条用色石填满的泳道 那么新的泳道通向哪里呢 道洞有没有道川后头的墓室呢 当他们爬进新发现的泳道 他们发现这里比之前的泳道要短一点 但是两边同样有两间的尔市 这可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通过泳道 李俊山他们完全就惊呆了 看见没有 这个空间不仅惊艳 其面积更是远远超越了之前东宫的空间 李俊山判断这个空间差不多是东宫的四倍 而在拥有六间尔市的主市周围 也环绕着和梁王避暑洞一样的宽阔回廊 回廊本身也有四个开口 其中两个的后面竟然又各有一条深邃的泳道 我天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 后来李俊山他们把这个空间称之为西宫 测量了一下 这个西宫长度接近24米 最宽的地方更是达到了27米 仅仅这个空间就已经超过了梁王避暑洞面积的总和 这一次李俊山他们可彻底给惊待了 这样一座宏伟的超级大墓 绝对是目前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最大的牙世陵墓 他的墓主人会是哪一位非比寻常的重要人物 那天由于灯快没电了 李俊山他们不得不退了出来 但是他们可没敢怠慢 回去之后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 很快时任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的张志青 迅速组建了盲荡山考古工作队 那么这样一座超级大墓 他的墓主人究竟会是谁呀 这是张志青在研究当中始终思考 也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 在七国之乱中 梁孝王刘武立下巨大的功劳 一直备受警地的恩宠 但是不久之后有一件事情 却让这对兄弟出现了嫌隙 那就是有一次兄弟俩喝酒 当时景帝喝得有点醉了 说了一句自己千秋之后当传位梁王 一句醉一话嘛 但这句话梁王当真了 到了公元前152年 景帝废除太子刘荣之后 并没有立弟弟梁王为皇太帝 而是改立了焦东王刘彻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就是这件事情 刘武感觉到自己被耍了 他很生气 随后他就对朝中大臣 展开了一系列的什么呀 你都想不到他要干什么 展开了一系列的刺杀行为 他认为是有些大臣 禁言让他错失了继位的机会 那汉几帝当然不允许 这样的行为发生了 于是对刘武进行了制裁 结果到公元前145年 遭到打击和冷落的刘武 暴病身亡了 他死之后 景帝为了根绝后患 采取了进一步的削藩 表面上分封刘武的五个儿子为王 实际上是把强大的梁国 一分为武了 那么问题来了 刘武在世的时候梁国最强大 按说刘武的墓应该是最大的 之后梁国一分为武 后头的梁王实力自然是远不如刘武的时代 可是前面说了刘武的墓在哪 就在这座大墓相距100米的地方 从宋代开始 那座墓就被认定是刘武的墓 并且当地百姓还称它为梁王避暑洞 然而这座新发现的墓 却比梁王避暑洞还大了好几倍 那么刘武之后的梁王 谁有实力修建这么大的陵墓呢 不可能啊 这就是让张志青感到困惑的地方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为了解开谜团1992年9月 张志青决定对西汉梁国墓群 进行新一轮的考古发掘 由于梁王避暑洞和新发现的超级大墓 距离很近 他们将这两个墓呢 分别命名为宝安山一号墓和二号墓 那么您可能要问了 当地人所称的梁王避暑洞 不是已经确定是梁孝王刘武的陵墓了吗 为什么这次发掘还要把它重新纳入进来呢 那么张志青的这个推断能不能成立呢 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 很快新一轮的考古发掘 在宝安山半山腰的一处台地上展开了 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 这次发掘能够解开超级大墓 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够做到吗 两座墓葬相距只有百米 共用的寝缘意味着什么 如果民间所传的避暑洞真是梁孝王林 那么面积更大数倍的超级大墓 墓主人又会是谁 是民间的传说有物 还是这背后暗藏着更多的秘密呢 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对于盲荡山区新发现的 宝安山二号超级大墓 专家怀疑它应该才是真正的梁孝王墓 那么发掘情况怎么样呢 来看现场 考古人员最先发掘的这处台地 距离超级大墓二号墓不到一百米 根据经验张志青判断 这里极有可能就是梁王林墓的寝源 这里应该是能够找到大墓墓主人身份的证据的 那么有发现吗 很意外 第一个视觉的探访就有了发现 注意这些古代建筑基址 不仅解决了关于寝源的疑问 一些建筑材料往往承载着墓主人的信息 在这次发掘中 考古人员在一些出土的砖瓦和器物上 就发现了重要的文字 孝字的出现无疑证明 梁孝王墓的确就在此 只是到底是一号墓还是二号墓无法确认 因为这两个墓银隔得太近了 然而就是这些发现让张志青注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包括二号墓和一号墓 它是定脸 也都是这个珠墓道相中 当然包括二号墓是两个墓道了 都是这个定脸 它是定脸的 这复合的寒暖是通宵易藏 就是它不在一个墓室里边合藏 它是这个坟坎 但是都在一个灵源内 没错 就是新发现的二号墓和暴露了上千年的一号墓 同属一个墓远 这让专家对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关系有了新的推测 那肯定是 这应该是王后 因为他儿子和老子不可能在于另外的 只有夫妻在于另外的 没错 专家认为这两座墓应该是梁孝王和他的王后领 只不过新发现的二号墓可能才是真正的梁孝王墓 当时这种推测 中的后字用的不是繁体的后 而是现代简体的后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我们常用的简体的后 在古代早就有了 只是它的意思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最早指的是什么呢 专指君主 到了秦汉时期又特指君主的配偶 这个发现让张志清顿时有点懵了 因为按照这个发现规模更大的二号墓 它其实是王后墓 而传说了千年的梁王碧鼠洞 那就确实是梁王的 刘武本人的陵墓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皇后墓规模远远超过这个诸侯王的墓 这又应该怎么去解释呢 1992年年底 宝安山二号墓的主体发掘开始了 然而经过近两年的细致清理 队员们遗憾地发现 整座大墓包括两间主室和34间耳室 除了一些残留的玉器 陶器和车马器之外 基本上被各路盗墓贼倒掘一空 这个结果多少让考古人员有点失落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通过对这座地下宫殿的研究 考古队员还是有不小的收获的 您来看这个 耳室当中的这个东西以前是没见过的 它什么呀 有人认为它是水井 但是仔细看又不太像 有人认为那个是一个狮子的 狮子的上面还有些滑翔式 可的一些长青树 这些滑翔式 然后这个前面还有些烂 注意 这个奇怪设施后壁上的水槽 终于给了大家提示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呀 竟然是一个实质的冲水马桶 虽然都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前 古人就已经有了完整的厕所设施 它很可能是最早的冲水马桶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皇后所葬的二号墓 规模远大于梁孝王所葬的一号墓呢 在发掘当中考古人员发现 一号墓的陵墓工程中存在着不少紧急处理的痕迹 梁王这个突然暴毙而亡 应该是跟那个史实是吻合的 而史料记载在梁孝王去世21年之后 他的王后才告别人世 专家认为梁孝王夫妻的陵墓呢 最早应该是同时开凿 但是梁王突然离世 这才导致他的墓室规模 远远小于王后墓 不过从应急加工的痕迹 还是可以看出当年聪明的工匠 在空间的利用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那么是谁将这个曾经装满宝物的地下宫殿 倒绝一空以至于在宋代这里 就成为了百姓们避暑的场所的呢 专家们在这本史料水晶著书当中找到了答案 书里说曹引兵入荡 发梁孝王种破关收金宝数万金 这个盗墓人就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曹操 当然后来又有多路盗贼进入 以至于梁孝王林早已空无一物了 不过宝物可以偷走 但古代工匠们的精巧设计和心情付出 那可是偷不走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